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你在领了一个导游证挂这一盘出去的时候 没钱 不是没有钱 是我要给别人钱 你给谁钱 您是老板 我要给您一个人50到100的钱 就你接了团之后你要给人的人头费 对 人头费 那你的来源是 我的来源就是再去挣客人的钱 挣钱方式包括多少种 挣钱方式就是有旅行社规定的进商店 进商店 对 还有是带 我打听一下 比如说你带他进了一个商店 卖了一件东西之后 你能抽多少 我能抽多少 这个叫佣金不叫抽多少 这叫佣金 对 就像说我买汽车销售有佣金 我买保险人也有佣金 我在楼底订张报纸也有佣金 我这个也有佣金 你的佣金是多少 我的佣金大概是我整个劳动力的大概是3%到5% 怎么叫劳动力的3%到5% 就是我一天工作15个小时 我没有保险 我没有底薪 没人给我粮食吃 所以说算在一起的话就是3%到5% 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到一个地方 导游死结白咧的让我们下车进店 不是死结白咧的 是我肯请您下车 是这样 杨绵你是客气的叫你肯请我 然后也有不客气的就给我们摆出一张要死的脸看吗 不 不会要死的脸 如果导游不要死的话 他肯定不会摆出要死的脸 只有导游我要死的时候 我才摆出要死的脸 你说的是你自己 对 是我自己 我说的因为我也参加过团 当你不去的时候 那导游就摆出一副要死的脸给你看 脸色很难看 不是脸色很难看 是您交的费用很难看 您交的费很少 你知道吗 少刚我现在感觉他在抱怨 他是在抱怨 不爱自己的工作 您错了 我干了六年 我深爱着这个 杨维 调整你的情绪 这些行你不想干了 对 现在旅行社的竞争已经到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地步了 已经丧心病狂了 是这样 媒体在打击导游 误解导游 游客在防着导游 旅行社在挤兑导游 所有的人都在欺负导游 导游就像一个马桶一样 被人唾弃 所以你到底是爱这个行业 还是恨这个行业 我是爱这个行业 我深深眷恋着它 但是它除了给我伤害什么都没有 其实确实像他说的 现在整个旅游产业就是属于一个鱼龙混杂 是是是 对 而且有很多的这种旅游团是做的很不好的 不是很不好 马上就崩盘 好 这样这样 不评论那个行业了 今天咱们又不是来抨击旅游业的 对 没错 今天咱们主要要找工作的 找个工作 已经把导游团都说的这么这样了 还没法干了 回不去了也 把自己的后路给凿了 你现在要找的这份工作 我刚才一听 又很庞杂 主持 对 策划 活动 活动策划和公关 活动策划和公关 没有主持是吧 有主持 第一个就是主持人 主持什么 什么都可以 比如说这个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来来来 我是拳手 来 我上来了 您这本就给我吧 我凭什么给你啊 你是要主持人拿一个本 我也有个本 好 拿着这个 好 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 听说您在天津卫视很火 为什么被辞掉了 我没有被辞掉了 那为什么被人干这行业了 我没有不干呀 那您现在来求职 我一边干着 一边想要找一个更好的 我觉得还是应该干一行 爱一行更好 是的 对 那你为什么不干导游了呢 因为我觉得导游那个行业 确实没有主持人好 是啊 主持人还没有老板好呢 但是这个世界上 你一定要相信 有些事情你是做不了的 所以说我能比你强吗 我既可以做导游 又可以做主持人 天津卫视的老板 谢谢你们 来一砸场子 这是典型的 不吹牛就会死的 求职人 我真的没有在吹牛 非常好 谢谢 只有一个建议 再没完一点 需要完全收敛起来 那我会受伤害的 你又 你肯定会伤害我 你自己特别怕受伤害 我不是怕受伤害 就是去伤害别人 不是 来咱们说工作 说工作 好不好 经常做导游做的 都防人之心不可无了 对不对 说工作 主持刚才我们看到能力了 策划 强项在哪里 策划 比如说来讲 比如说各位老板 想做一个产品的一个推介会 大多数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们会在一个五星级酒店 很高档 这样的招待会 会有一种审美疲劳 如果换我的话呢 我可能会给你们找到一个公园 到了晚上 打上水木电影 把你们的产品呢 用水木电影的方式给打出来 这样来讲呢 不光省了钱 又把你们的产品呢 推介给了他们 这是因为是 他有优势 因为搞旅游的嘛 所以他和公园熟 这个不省钱 你做个预算吗 你为什么觉得会省钱呢 你觉得前一个是多少钱 后一个会是多少钱 我跟你讲 我给您找到的公园 绝对是您五星级酒店 价格的一半 那水木电影多少钱呢 您在五星级酒店 包一场多少钱 如果说一百人的话 一百人 其实你在问老板 一家一家 应该问你 对啊 一家他又开始做主持人了 可以不理他 我跟他绕了 杨卫啊 我觉得你应该会认同 导游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 对不对 要考啊 要有导游证啊 或怎么样 同样的道理就是活动策划 你不是第一个站在台上 说要做活动策划 但是有的只是一些点子 而没有真正的操作能力 或整个概念 可以找一些书来看 去了解整个流程 应该是怎么样 好不好 也要尊重这个专业 好 谢谢夫人 朱老师 其实我觉得杨卫 你在谈话的过程中 性格上有很大的缺陷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朱老师咱俩想说的是一件事 您说 你讲话太过于笃定 例如刚刚我们李颖李总 说你什么 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你马上说错 我听说导游行业 有这样一句顺口溜 在你身上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叫做一片 二变 三解释 我觉得 又来了 太可悲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这种游客 你看你看 你的弱子又出来了 不相信导游的游客 大家看到了吧 就这种游客 出去以后 永远在找导游的茬 这样不对 那样不对 我花钱 1500块钱来北京 双飞 钱不少了 这样游客 其实我在你的脸上只看到了一样东西 就一个字令气 不太像一个从服务行业出来的人 你真的不了解服务行业 老板 他这个历史 我们就是做服务行业的 我这个不是服务行业 我跟你讲了 导游不是一个服务行业 你做服务行业 老板给你发薪水不发 即使不给你 也得跟你说吧 我一月给你6000 哪怕都没有给你 其实你现在说导游不是服务行业 我就给你揪一个点子 其实上你刚才说那策划的时候 那只是一个点子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搞露天的时候就考虑到一种情况没有 下雪是吗 对 下雪是吗 怎么办 刮风是吗 对 怎么办 如果我现在都告诉你了 我的点子卖给谁去 如果你敢开6000的月薪 我现在都告诉你 我可以给你开6000月薪 现在告诉我 下雨下雪的话 那个地方有个亭子 我的发布会先告诉我的话 500多 5600人 5600人 你搞一个亭子 你没有说5600人吧 我的水墓怎么看 拉起来的水墓 你没有说5600人吧 刚才 你没有说5600人 稍等 杨薇 我是实在忍不住了 周老师你先不说话 杨薇 你稍等 你能先听我说完吗 好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污蔑的行业 第一 第二 周老师没有污蔑的行业 这是社会上很多人的传闻 所以周老师说到是传闻 你的攻击性太强了 是他先站出来 揭露了导游行业的一些不好 但是不能让别人说 他对导游这个行业 是多么的爱恨情仇的纠结 大家伙说我杨薇 什么都可以 没有水平 没有文凭 没有本事都可以 杨薇 杨薇真的很抱歉 其实我特别 杨薇 杨薇 我其实我去了 像我去那个埃及是跟着团 然后我去那个就是马来西亚是跟着团 然后我的导游对我都特别好 我其实很喜欢导游 我再告诉你 今天是你自己把导游说的不好 其实大家没有说导游不好 市地家园现在有九个分公司 其中有四个分公司的老总 全部出身是导游 包括我的第二把手 现在全国线下事业部的副总经理 他就是一个小导游 你相信吗 做活动主持人出身的 没有看 甚至在你上台的时候 我一定是你导游 我特别高兴 因为我特别喜欢导游那种能吃苦 富精神特别强的东西 但是我今天没有感受到 是你看不起自己 还是我们看不起 淡定淡定淡定 你真的要自己想想这个 你也淡定 我说杨薇淡定的时候 惠普你也淡定 麻烦主持人 就是说他说完话以后 在什么时间我可以说 你随时可以说 这个不叫我没有礼貌 不叫不叫 他说完话我说 就没有礼貌 那如果说我没说完话 他说话 这是不是叫没有礼貌 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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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各位不问问题了 我心情很复杂 不管怎么样 不管能不能找到工作 杨薇就一句话 把你的锐脚状态 稍稍磨顿一点 好的 好不好 谢谢张老师 来 12位 请选择让杨薇继续 还是离开 我能说一句吗 我不愿意这么去做 我觉得说我这个人做事可以讲到 假话全都不讲 真话不全都讲 如果你们的企业的员工 所有的跟你们说 你们想听的话的时候 那么很遗憾 你们这个企业 我觉得 如果有一个渠道 让老板听到真话的话 这个才是你们最想 应该得到的员工 杨薇 杨薇 我其实想要去 后来我灭灯了 原因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我实际上 我就始终替你焦虑 着急 为什么着急呢 就是说 你到这个情境里边 大家问的问题是 你未来要承担那个角色 主持人 公关 或者是做 其他的工作的一个角色 而不是你自己 如何如何不好 是的 这样吧 最后 做一件事 好的 如果你是认为老板们 喜欢听拍马屁的声音 听得太多了 不习惯听到你 直面惨淡的现实 正是淋漓的鲜血的话 那么现在我问 现场的观众一个问题 你们愿意和杨薇 做同事的 请起立 不愿意做同事的 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不动 配合我一次好吗 三 二 一 请选择 现场一共有两位朋友站了起来 所以 看到这样的情况 希望能够帮助你 实际 好吧 谢谢 真理永远 在小门上也 谢谢 所有的老板都不喜欢 说真话 说真话的员工 开场的时候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行业 在台上做的这些老板 可能是和旅游做的比较接近 所以他把这个底儿刨得太深 在这个时候 他打动我说话 给我带到另外一个楼里面 有时候我就从上边摔到这个楼里面去了 我今天没有选中任何一个老板 但是我相信 以后我会选择一个好老板 一个喜欢说真话